南韩拽机Jesse一出场就是不能播的曲度 逼风流在时帮悬崖怼黑粉 在综艺里自曝多次整容 让王佳儿害羞的抬不起头 却能在Lisa面前瞬间化身成 麻粉、黑皮肤、厚嘴唇 在美女当道的韩国娱乐圈 Jesse是如何杀出一条血路来的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这位南韩拽姐的劲爆人生 Lisa的麻粉群体也是Jesse为自己的终极目标 Jesse究竟有多宠爱Lisa 看看她以下这些操作你就懂了 早年Lisa参加了一档军营类综艺 因为在节目中展现了素颜 被别人嘲笑长得丑像野猴子 还嘲讽她化妆就是为了遮住自己的东南亚特征 面对这些恶意的评论 当时还是先人的Lisa 只能默默忍受 但这时Jesse却站了出来 在社交平台上疯狂案例Lisa 还直言想要一个这样的女儿 要知道Jesse是前辈 人际也十分广 她的案例就相当于免费推广 这对于身处异国还被全民网爆的Lisa而言 绝对是种鼓励 这种为朋友两肋插刀的行为 直接让王嘉尔贵夫 她曾说Jesse就像一个大姐姐 会赶走那些欺负我们的小混混 但面对这个姐姐王嘉尔却十分羞涩 是谁还不敢看Jesse老师 原来是她那只害羞的小狼狗 王嘉尔面对这个南韩第一拽姐伸出的魔爪 连一根手指也不敢弯曲 不过可别误会Jesse 这可不是什么凯游的恶行 而是两个认识多年的朋友 对彼此开的一个小玩笑 王嘉尔刚入行时就认识了Jesse 可以说她是被Jesse看着长大的 只是当时的Jesse 人气和知名度也没有现在这么高 其实刚出道时的Jesse 也可以用清纯佳人来形容 那时的Jesse也曾是一个萌妹子 精致的五官看起来十分有气质 整体形象十分符合韩国人的审美 Jesse是美国韩裔 家中有两个哥哥 他从小立志称为化妆师 古装造型师 却在音乐课时被黑人音乐老师称赞 蕴藏着一股黑人性感 加上周围同学认为其嗓音很有力量 以此为契机开始培养歌手梦 那时他除了利用家里的点歌机练习歌曲外 也接受专业的声乐训练 累积稳定实力 15岁那年Jesse为了音乐梦 独自来到韩国老家 与郑秀妍、黄美英等人 一起通过了SM的选拔 而郑秀妍和黄美英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 他俩后来加入了少女时代 但Jesse觉得自己和SM的风格不一致 所以选择了退出 最后签约新公司 一组合Uptown的唯一女性成员出道 而Jesse在出道初期 就带着第二个影媒来头衔 虽然具备了Rare Pro唱歌实力 但没有取得明显的成果 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关注 最关键的就是在组合准备新专辑之际 成员Steve也因酒驾被抓获 其他成员也被中断所有活动 陷入空白期的Jesse选择解约回到美国 重新出发 并经历了三年的空白期 最终在2014年强势回归 而真正让他一战成名的 当属说唱节目 Unreactive Rap Star 在这档节目中 Jesse强势的形象迅速出圈 再加上他不俗的rap实力 就此一夜暴红 娱乐圈另一端的刘哉石 不知道他的科兴就要来了 让大神刘哉石瞬间实话 只需要用到一个Jesse 这是刘哉石职业生涯中 最不敢直视的一幕 在节目里导演问 看镜子时会想到什么 他一本正经地说到 凶大 即便刘哉石在见多识广 也没体验过这样的阵仗 整张脸当时就红得不行 而Jesse也成为了 唯一一个刘哉石控制不住的女嘉宾 而当主持人提到 朴振英在舞台的出格表现时 他更是直言差点吐了 如此耿直的性格 在竞技类综艺Unpretty Rap style表现得更是明显 当其他选手因为不会搞氛围 等千奇百怪的原因淘汰他时 他当众质问 你们算什么来评判我 随后直接现场来了一段Rapper 用实力证明自己 比起那些在选秀节目卖惨的人 不得不说这个操作真的帅诈了 他真的随时能把节目变成他的主场 随便一句话就能逼疯刘哉石 因为自带消音体质 控制不住脾气的他 经常抱粗口 连刘哉石都拿他没有办法 被称为行走的马赛克 因为与刘哉石相爱相杀 粉丝们还为他们起了个CP名字 在节难逃 因为时常处于被Jesse支配的恐惧 刘哉石只要听到Jesse的歌曲 就会下意识吓一跳 还以为本人又来了 这是给刘哉石留下了多大的阴影 此前 Jesse出演综艺跑男宣传新歌 再次碰上刘哉石时 两人一来一往的 COME ON 爆笑英文互动 加上遭受灵水砸面粉惩罚 毅然笑开怀 呆萌反转魅力 可是全粉无数 而大家心目中的火辣女神 其实私底下却是一个冒失女孩 她曾经在短短几个月内 久丢失七个手机 不知如此 其个性也很单纯 自小接受国外教育的Jesse 在表达上十分直接 曾经在综艺第六感自保 我只交过五个男朋友 不过外表看起来好像很滑心 突如其来的告白 笑导众人 平时除了常与之友 炫雅以及与宾一起玩耍 也是名副其实的 虫粉魔人 不管是拍照 握手 拥抱 总是来这部剧 甚至把燕子图案 纹在左臂下方 展现对粉丝的喜爱 而Jesse人员 在娱乐圈也是1.1的好 新专辑一发 半个韩国娱乐圈 帮他宣传 2020年 Jesse发布新专辑 从王嘉尔 刘仙华到刘哉石 炫雅 金西彻 从娱乐圈一线大咖 到网络哄人 就没有Jesse征服不了的人 一半的韩语艺人 都在帮他做宣传 足以看出Jesse的人脉 有多广 不只是人脉 Jesse对朋友 也十分仗义 三观也是1.1的证 当年 玄雅因解约事件 闹得沸沸扬扬 人气惨遭下滑 同时也招致了不少人身攻击 有黑粉跑到他的动态下面评论 你是怎么有勇气 把你的鬼脸发出来 Jesse为玄雅 仗义直言 直接在社交平台上 回对了很多 骂玄雅的黑粉 第一 请你在攻击别人前 先去学好法语 第二 你的照片在哪 没有的话就给我闭嘴 此外 他还在节目中高调表示 不管谁骂玄雅 都会帮忙怼回去 Jesse的性格 从来都不是处处忍让 在西方教育下长大的Jesse 小小年纪就有了 拽子的气质 不仅打扮成书 却连性格也透露着 一股火药味 学生时代的Jesse 因为眼睛小 被西方人嘲笑 他直接把书 砸到了人的脑袋上 结果老是不分 青红皂白的叫他滚出去 对此Jesse只有一句话 虽然很委屈 但我不后悔 也正是因为 知道被歧视有多痛苦 Jesse才会在Lisa 惨遭歧视时挺身而出 而Jesse第一次大规模出圈 也是因为这份勇猛 2015年Jesse参加的RAP节目 这个节目的赛制 是由选手内部投票 决定淘汰谁 而在之前的录制过程中 有选手因100秒的拍摄 不断N机 严重影响到了Jesse的比赛进程 他在寒风里等到近乎崩溃 性格火爆的他就抱怨了几句 结果遭到了那些人的抱团排挤 于是一起把Jesse投了出去 但你以为Jesse会吃这个哑巴魁吗 想都别想 他第二天开会时 直接一个接一个的盯着这些选手 跟他们当面对峙 然后现场进行编乐一曲 第四名曲 当时作为RAP受到关注的Jesse 其反转唱功也成为了话题 其实Jesse充满灵魂的嗓音 是独一无二的 作为RAP具有领袖风范的强烈形象 具备歌手的优势 也是这个名场面 让Jesse彻底坐稳了拽机的宝座 结果更一路飞升成了 南韩娱乐圈无可取代的存在 当然 Jesse的魅力在综艺节目 《真正的男人》中也十分耀眼 节目中展现了Jesse 自由奔放的性格 当时不适应组织生活 Jesse毫无顾忌的发言 引起了很多观众的愤怒 但是结果Jesse单纯和不断努力的样子 也引起了很多人的支持 对于整容这个敏感的话题 其他艺人都避之不及 但是Jesse却直接自保 出道初期 被经纪公司说服 动了眼睛 鼻子手术 割了双眼皮之后 反而变得更凶狠 说实在的 有点后悔 也在综艺中 大方承认自己做了胸部的手术 并鼓励大家 既然做了 就应该表现出来 看完歌手Jesse的介绍 有没有更了解他呢 度过漫长艰苦的演艺空白期 始终没有放弃音乐梦想 奠定实力的同时 也在不断的寻找机会 轻努力不懈的精神 值得我们学习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喜欢视频 记得点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